本月3号全台无预警大停电之后 各县市停电限电频传 引发民众对民进党当局 能源政策的质疑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26号公布了有关停电问题的最新民调 结果显示 有55.3%的民众 对未来台当局提供稳定足够的产业 和民生电力没有信心 台湾新达电厂3号开关厂事故 导致全台大停电 波及549万户 台湾桥头地检署成立专案小组侦办此案 21号仅搜查 侦讯电厂3名员工 并裁定以妨害公用事业罪名交保 显然侦办方向仍然集中在个别人为疏失 而后台湾高级检察署负责人 又召集多个地检署开会 要求检察官侦办时 要有所谓职业敏感度 要留意反社会分子或有心人士 蓄意破坏导致停电 引发舆论质疑台当局高层 已经只是采取行动模糊焦点 立场偏绿的台媒美丽岛电子报 26号公布近期停电相关民调 结果显示 有55.3%的民众 对未来台当局提供稳定足够的产业 和民生电力没有信心 而在被问及蔡英文执政后 六次全台大停电的主要原因时 选择台电公司的专业能力 或是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及执行能力的民众比例 加总高达近85% 只有不足6%选择了被敌对势力蓄意破坏 该机构董事长吴子佳直言 接二连三的限电停电 显示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的彻底失败 台当局却还在东拉西扯 指路为马 但到底为何停电缺电 民众心里早有答案